哥哥姐姐说故事 哥哥姐姐说故事 大家好,我是香草姐姐 大家好,我是柠檬哥哥 又到了小朋友最喜欢的说故事时间了 那在说故事之前呢 要来问问看小朋友 你们平常会不会说玩具啊 会 小朋友都很厉害耶 但是呢,今天要说的故事是 不爱收玩具的小明 你在说我吗,香草姐姐 我说的是小明 不是小宁 对,不是小明 吓我一跳 好,小朋友,赶快来听故事咯 好,在一个快乐村里面呢 住着一个快乐的小男孩 他每天都过得好快乐 但是啊,他有一个坏习惯 就是他不爱收玩具 这个啊,也让妈妈非常的头痛 妈妈就对小明说 小明,小明 你啊,玩具玩完了,要收 妈妈 嗯 玩具很好玩,你知道的嘛 我知道啊 但是人家不想收啦 因为我还有想要看电视啊 吃点心啊,睡午觉啊 收玩具太浪费时间了啦 不要收好不好 我们收完再去嘛 不要,我不想收 妈妈拜拜 这样小明的妈妈不知道该怎么办 后来又到了上课的时候了 小明啊,一到了幼儿园 看到有好多的玩具可以玩 马上冲过去跟小朋友一起玩了起来 这个感觉很好玩哦 我想要玩,借我 谢谢 祝你 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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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耶,那个也不错耶 丢 这个我也玩玩看 哦,感觉好好玩哦 可以变成蝴蝶一样 啪嗒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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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哇 就在小明跟小朋友玩得正開心的時候 摳摳摳 老師進來囉 各位同學 要上課囉 玩具收起來 小明 玩具收起來 老師 我在家都不收玩具的耶 為什麼來學校要收玩具啊 可以不要收嗎 拜託啦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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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小明 你看看小朋友都在收玩具 你要不要一起收玩具呢 大家都在收玩具喔 啊老師 我想上廁所喔 真的嗎 嗯 好急好急喔 我想上廁所喔 那小明你去吧 老師拜拜 同學慢慢收玩具喔 慢慢收 一次 兩次 三次 哇 小明只要到收玩具的時候 就會不見 真被同學發現了 同學之後 就不想跟小明一起玩了 同學們好奇怪喔 我只是不想說玩具而已啊 怎麼現在要跟他們玩 他們都不跟我一起玩了 一定是我太好玩了 他們太無聊了 不玩就不玩 嗯 哇 時間啊 又到了晚上 睡覺了 這個時候 在小明的房間 出現了 嘻嘻嘲嘲 聊天的聲音喔 欸 你不覺得那個小明真的很討厭嗎 把我們玩完就算了 還把我們放在地上 地板這麼冰 我的背好冰喔 對啊對啊 完全冰 不然我們就通通不見 不要跟小明一起玩了啦 欸 有道理耶 對啊 我們離開這裡 不要跟小明一起玩 好 不要跟小明玩 不要跟小明玩 離開小明 離開小明 再見小明 再見小明 小明 Sayonara 再見囉 再見啦 這個時候 小明 嚇醒了 原來是做夢啊 嚇我一跳 我好以為我的玩具真的不想跟我玩了 欸 可是玩具真的在地上欸 會不會他們以後真的不跟我玩 就因為 我不收玩具啊 啊 一定是我不收玩具 所以連學校的同學 都不想跟我玩了 如果我知道了 我要趕快收玩具 大家才會喜歡我 跟我一起分享 一起玩玩具 趕快收 啊 之後呢 小明啊 就變成了愛收玩具的小明囉 那這個故事呢 就是不收玩具的小明 喔 從不收玩具 變成會收玩具 很好的改變欸 對啊 那小朋友都有跟小明一樣 會收玩具嗎 有 那有沒有弟弟妹妹是不收玩具的 有嗎 有 我們也弟弟妹妹 知道喔 那有弟弟妹妹不收玩具的嗎 這邊有那個天余說有 有實力是不是 分享一下 就是有時候我們一起玩 然後玩玩全部都要我再收 他一個都不收 就是小明 你弟弟是小明嗎 你弟弟是小明 那後來怎麼辦 後來就只好被媽媽講 那講過之後弟弟有收玩具嗎 後來有了 喔 後來有會收玩具了 所以也是從不收玩具的弟弟 變成會收玩具的弟弟 會收玩具的弟弟 看到小朋友這樣的改變 其實身為 無論是爸爸媽媽 或者是哥哥姐姐 都會覺得很開心 因為這也代表是一個責任感 對 責任性 自己玩的玩具 自己收啊 如果你不收好的話 被其他人踩到 好痛喔 很痛 那個玩具都好硬喔 所以小朋友我們以後都要做一個 有責任感 會玩玩玩具 自己收的小朋友 好不好 好 那今天的故事好不好聽啊 好聽 下一次再跟著哥哥還有姐姐一起聽故事囉 拜拜